郭德纲有一首定场诗 很多讲历史的就出来讲 说这诗啊是李鸿章写的 是李鸿章的绝命诗 这首诗是怎么说的呢 牢牢车马魏离安 临世方之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部 八百里外调民残 秋风宝剑孤沉泪 落日旌旗大将谈 海外尘分游魏西 朱军莫坐等闲看 这首诗被当作李鸿章的一作 流传深远 很多文学作品呢 都演用这首诗大加渲染 可惜啊 这首诗根本就不是李鸿章写的 李鸿章后人及其好友 编撰的李鸿章文集 也从来没有收录过这首诗啊 1965年出版的《北洋军阀史话》 说这首诗啊 是李鸿章前往日本 遇刺之后写的 同年出版的《南湖一路》 说这首诗是李鸿章在贤良词 写的 先赖世投稿的这首诗 诗名就叫李鸿章 这就是郭德纲那首定场诗的原始出处 当然呢 这首诗的潜词造句 和我们现在听到的定场诗啊 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这首诗名叫李鸿章的诗 当然不可能是李鸿章写的 但李鸿章到底写没写过绝命诗呢 他还真写过 李鸿章临终之前呢 写给好友圣轩怀一封信 信里边夹了一首诗 四十年来百战身 挤回此地西风尘 经营束缚修颜我 扭卧鸡拳耻受人 尽一分心仇圣主 收方寸孝做贤臣 诸君努力艰难日 莫无龙华惠里音